日本的F-35竟大不过以色列的F-35。 日本难道花园往前买了残刺品? 众所周知,美军的F-35在型号上分为陆基、垂直起降、舰载。 但显为人知的是,美国对不同国家出口的F-35战斗机也是有区别的。 比如出口到日本的F-35A战斗机就和出口到以色列的有助区别。 日本F-35。 首先,我们知道日本自二战之后就有从美国进口先进武器的习惯。 先后引进过F-4、F-15战斗机。 不过日本的进口模式是先从美国进口几架原装战斗机,然后剩余大部分的战机则是在日本本土进行组装生产。 以色列也是美国武器的忠实用户。 但以色列方面要求美国出口的F-35战斗机需要满足其改装要求。 因为以色列除了进口美国武器外,同样也是出口武器大国。 他们有很多自己研发的先进武器装备。 为了让F-35更适用于以色列,以色列要求美国的F-35战斗机兼容以色列的武器装备。 这就是日本和以色列F-35战斗机的区别。 日本F-35。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,以色列的自主研发能力要高于日本。 这也就导致了以色列的F-35战斗机更能适应其自身的作战要求。 驾驶员在操控起来就更加的得心应手。 而日本方面则相反,他们的战斗机驾驶员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适应才能够驾驭F-35战斗机。 以色列F-35。 如果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抗,那么以色列的驾驶员把更多的时间运用的熟悉战术战法上,而日本的驾驶员则把时间运用在适应F-35战斗机的性能上。 尽管他们驾驶的F-35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,但是由于以色列驾驶员使用经验更为丰富。 所以以色列F-35应该能够打败日本F-35。 是否会有什么评论的?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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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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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